民进党提拔了一两个样板型的人物 来担任所谓民进党的高官 然后就说你看这些年轻人 被民进党所提拔 那你国民党有没有提拔这些年轻人呢 用这样的方式的对照 让年轻人觉得民进党的人相对比较年轻 可是问题来讲 这些民进党所提拔的年轻人 无非的就是政二代 富二代 全部是他们自己的人马 可是他们会包装的说很亲民很热络的方式 来这个骗取年轻人的选票 但是这样的一个作风 在最近民进党不断的释放出来说 哎呀你们未来的年轻人可能要当兵 当义务兵 当两年 这样已经在年轻人心中造成很多的疑惑跟疑问了 那民进党是否能够继续巩固年轻人选票 目前看起来已经开始在瓦解 但是瓦解的程度深度如何呢 还有在解念 好